我呢 今年往死里的忙 终于呢 到年底的时候呢 要带家人去休假 海南如今的天气 还算在中国里面 算是一个温度比较适宜的状态 那我现在呢 就是在海棠湾的 这叫不业谷的游乐园 那回到极客007这个车 我觉得我比较关心的是 它是一个24年主销的车 并且搁在如今的年代 这个档次的车 包括这个搁头的车 放在两年前 基本上还得卖30到40万呢 但如今就是一个 在25万区间 甚至是20到25万区间 死命去打拼的这样的一个车 我其实对于极客007这个车 有几个要求啊 第一个呢 它作为20多万主销价位的 一个车型 必须你得长得好看 里面得用起来比较舒服 开起来会比较舒服 其实就是一个最标准的 各方面比较平衡的 六边形战士的一个驾驭车 我觉得在24年才有可能 能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市场环境里面 20多万的一个中型尺寸的 驾驭车才能活下来 先给不太了解这个车的朋友 说一下它的基本参数 首先呢 车长是4米86 就属于是放在如今一个 比标准的中型车尺寸 稍微大一点点的中型车 轴距呢是2米92 所以这个车相对来说 还属于是一个四个角 尽量往外扩 里面的空间 一会儿带大家去看 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呢就是单电机 310千瓦的后驱 同时呢电池方面 基本上就是75度跟100度 两个电池 那我身边呢 这是四驱的版本 前面是165千瓦的感应电机 后面是310千瓦的永磁电机 如果前轮不通电的情况下 它其实是一个后驱为主的车型 你也能看到 整个的后轮电机功率会更大嘛 所以呢 按照之前的预售价格来说的话 是22万多起步 那按照之前极客 最新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单电机双电机 75 100度的几个电池组合 组合完了之后 我认为它主销价位 应该是在22到26万之间 是它的一个主销价位 也就是最卷的这个价位区间啊 看看24年的车 能卷到什么样的程度 放在如今的年代呀 大家现在开始 比较喜欢做苦贝的车型了 一个小溜贝 那苦贝的车型的好处是说 确实是这个年轻的程度 或者这个流畅的程度 跟后背来说 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设计三项车 大家总觉得比较古典嘛 是吧 但是苦贝车型有一个问题啊 朋友 就是寒露之前老说的 溜贝不鲜贝的话 就是耍流氓 电车因为它底下有电池 所以说这个苦贝的车型 大家往往是不想把这个 整个的后门开合的机构跟脚链 搁在上部的位置 那我就想说 如今为什么没有人开始做三项车了 因为三项车造型 大家总觉得比较古典 年轻人啊 或者这个中青年消费者 不太容易喜欢 但是我觉得极客007这个车 它首先这个造型的感觉 跟极客系列的家族车型 是不太一样的 它走了一个 就是在20多万的 三项中型车的一个普世性的 这样的一个审美 首先呢 它尾巴并不是特别长 是介于Coupé跟标准三项造型 中间态的这么一个产品 再有一个呢 它整个这个尾巴过来的 这个流畅程度非常流畅 它的脑袋顶是一大块巨大的 风挡的后面的玻璃 这么着留下来的 从我现在这个位置啊 这么着斜着看下去 哇塞 这个圆润的大玻璃 非常性感 并且板着上面这个天光跟树 这块的感觉 这个车一下像是个 大几十万的车 不像是个20多万车的造型 所以你说现在卷到什么程度 如今20多万的车 给你上了这么大一块的玻璃 这都是之前 可能放在五年十年之前 就是超豪华品牌 给你上块大玻璃 能吹好几年 但是如今家用车 都给你直接上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性感的 是在这个位置 就这块看过去的话呀 它跟一般的三项车 完全不一样的视觉 一般三项车 在这个位置 就会变得比较直切 这么着过来 就那个直切的感觉 就非常的古典 非常的行政 但是这个车 从前面过渡过来之后 到这一个直接 很圆润的交接平面 就是整个的 它的后轮拱上方的 这个蹲在地上 这个力量感 非常非常的强 这块位置 哇塞 你这么多看过来 这个曲线的程度 也不像是个二十多万的车 也像是个大几十万的车 如今的一个 曲线过渡的审美 那再有一个 它就整个的B柱跟C柱 完全做成了一个纯屏 也是增加了这个流畅 跟视觉度 所以你说 它这个三项造型常规 从箱体结构来说的话 乍一看三项 但实际上 它的细致程度 包括整个的 这块位置的 曲线的设计成本 包括那块玻璃的成本 可比一般的 Coupe的6倍车型造型 要成本高了很多 所以这是侧面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咱们再回到车头 来看一些细节 首先呢 这个车头 跟之前的 所有的家族风格 完全不太一样 之前家族风格里面 是长了一个小机脚 虽然极客陆续的 去弱化这个小机脚 越来越矮越来越低 但是基本上 车型都是有的 到了极客007上 这个小机脚 就完全变成没有了 它取而代之的是 整个的机器盖两侧 有两个力量感 很强的拱起来的位置 就像是 比如说你这个 斜方机一样的 感觉在这个位置 有跟没有这个机脚 其实都还好 我并不认为 有个机脚就很奇怪 如今这个造型 可能普世性的 审美接受起来 讨论度会更合理一点 然后这个车头 首先说一下这个大灯 我不知道是不是高可以才有 或者是选装 它是支持ADB的 这种的像素级的大灯 并且它可以识别 10个目标 什么叫10个目标 就是可以标的非常的细 因为它的像素密度 还是足够高的 这点是要好一点 这也是2024年跟2025年 各种车厂 需要卷的一个配置 现在比较极客 上的ADB大灯 还是非常好 接下来还需要卷什么 留这个黑块 周围能 这个黑的少留多少 现在最极端的技术 已经是 只可以把对方 封挡留出来了 剩下的位置都是亮的 那就更加的牛了 就是像素密度 就得更加高了 那比较一下 ADB的大灯 然后说一下上面这个叫做 头灯上部的 外显的屏幕 我总觉得这上面 显示一个 比心之类的 还是挺羞耻的 因为毕竟是个过日子 车型 我一个老爷们开 俩比心 还是显得挺奇怪的 但是在极客007上 这个屏幕 包括我现在一个理念 开始有了一个变化 我在前几个试车里 也说了我对 如今的外部屏幕的 一个感知的变化 我还是坚强的认为 比如说那个屏幕 载个风挡跟之类的 这些位置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味 你是给上面人看的 你前面看的 也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前部的屏幕 其实挺好玩的 厂家把这块屏幕 首先跟车身的造型 融合的非常好 是完全融合在了这里头 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兀的 在这弄一块绑子 什么那样的 都特别的奇怪 在不要这个屏幕的过程中 它这块就会变成一个 跟车身同色的车漆 这块类似于 直接就粥下来了 我也之前看过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你应该去 把这块屏幕选上 因为各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这种的屏幕 是可以通过后期OTA 带来更多的一个玩法的 并且融合的这么好 像是科技配置 你干嘛不选呢 然后它的显示的效果 基本上有 十种的固定效果 那这十种固定效果 是厂家在国家备案的 因为这牵扯到 一个外观的辨识度的问题 所以不能轻易的 在行驶中 显示自定翼的设备 你比如说什么意思 假设说 我们给它显示 成一个宝马的天使眼 或者是一个奥迪的 各种各样的大灯 这时候发生了一些 你的肇事的交通事故之后 你投意了 在其他人的路市的眼里面 你这辆车就是一个宝马 就是一个辨识度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法律法规 为什么不允许你 随便更改外观 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你停车的时候 就可以随便显示 所以这块屏幕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并不羞耻 机器盖是个完全棒式的机器盖 直接扣到了这个边 巨大的一个机器盖掀起来 这个其实对于整车的 上部的视节整结性 包括对于风阻的梳理 都是挺好的 只不过打开机器盖里面 它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长条的处置 你就放点常规的工具 也就如此了 前面这个造型 尤其这个铲子 还是非常前凸的 虽然这是个这样风格的车 但是前铲子这个造型 是非常运动化的一个造型 对于整个的风阻 包括气动的梳理 也会比较好 OK 我们现在开始看前面的轮子 首先这个车的悬架结构 是前面单球节的双叉臂 后面是多连杆的悬架结构 轮子是255 40 20 并且直接上了米其林PSEV 米其林PSEV是所有的量产车 配套厂里面最贵的配套轮胎了 就至少采购的成本 也得在千元以上的这个级别 那至于说民用的市场 你单独第三方市场后配的话 就得两三千块钱一条 所以在这里面 就是没有比这再贵的轮子 这是非常好的 对于它的抓地 干地 湿地的效果 隔音降到的效果都很好了 所以给厂家一个表扬 这是20多万的车 就给你配了一个顶级的 民用的轮胎了 然后这个轮毂的造型 其实造型挺好看的 这应该是个小花瓣的造型 并且还有点轻微的小内凹 这个在极客的系列里面 轮毂我觉得设计算挺成功的了 只不过又用上黑银双拼 我觉得颜色还是稍微单调一点 比如说灰跟黑双拼 或者是纯枪灰 对一个轮胎的胆子感会更好 这个是四驱的版本 因为它动力是比较猛的 所以前面上了四活塞的刹车系统 并且是打孔通风盘 整个盘的直径还是挺大的 而我还发现一点 如果你是这么一个 前后肌肉力量感比较强的车 你的轮子窝的里面的话 这车没法看了 车价子一下感觉便宜了十万块钱 但是极客007的四个轮 还是比较卡边的 尤其是正侧的位置看过去 这么强的一个力量感里面 还能显得比较卡边 其实对于整个设计来说 是不太容易的 你卡边的过程中越往边卡 它的能耗梳理越难 你的轮子越窝的里面 就越窄的话 它对于整个能耳梳理是越好的 所以厂价是做了一个取舍跟平衡 OK再往后看 硬件是一共有五颗毫米波雷达 正前方有一个四个角柔 各四个毫米波的雷达 两侧给我两个四处的交叉式 这辅助驾驶的摄像头 现在这辆车版本是前面 有三目的正前方的 辅助驾驶的摄像头 这三个摄像头 加上正后的辅助驾驶摄像头 四颗是800万像素的 这辆车是一个双拼的造型 应该这算是藏青蓝的车漆 加上上部这是个浅灰蓝色的顶部 这辆车是选了电动门 但是我们也可以不选电动门 因为电动门确实在用起来 有的时候比如说 我刚才跟其他老师 在聊着这个车的时候 我上车巴一踩刹车 然后老师就光一下 后面那门都关上了 就碰到老师的身上了 我觉得就是可以不选电动门 前面那个屏可以选 电动门我建议大家 就可以不选 我刚才看了一下 前后都是单层的玻璃 一会隔音降道的效果 咱们开起来的时候再说 坐得很平的B柱跟C柱都挺好的 再说一个 后面那个巨大的风挡玻璃 一下留下来的话 把这车档次赶加的 还是挺好的 OK我们现在看一下尾箱 视觉到了正尾巴 我上次在外观的节目里也说了 我感觉这个位置 稍微有一点点的盲头 对吧 咱们一看这尾巴老看这 然后再有一个极客的标 稍微有点大 你给它鞋小一点 然后它还有一个性能板 只不过那个性能板最显著的是 它的整个的后杠 就变成了一个下部的扩散器 并且它那个整个 是有一个主动式的扩散器 空气动力鞋角度 就是越后面长越尖 它整个空气动力鞋会越好 越减少阻力 我们看一下后备箱 所以这个极客007就比较讨巧 咱们就得用三项车的开口去评判 三项车里面 这个车的后备箱开口就算很大了 因为人家把整个后备箱全掀起来了 在这里面 注意没有对空间进行更多的入侵 就是包在里头了 这个里面的近身还是很大的 但是因为你并不是完全掀起来这块 所以你得稍微爬一下 才能够到最里面的东西 它的宽度 包括垂直高度 这个在三项车里面都做的不错 细节的配件方面 左边有一个网兜 有一个小储物空间 然后左边有一个120瓦的点烟器 然后这上面这个灯 只是一小点点的灯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最终量产版的话 这个灯一定要加大 并且这个灯不要用纯白光的灯 这里面还最好是正常的暖白光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大概在3800K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色温 除此之外 寒露比较喜欢的挂钩就没有了 这是缺失 不看寒露节目 这个没有地儿挂 汤汤水水 后备箱的正下方是一个巨大的下沉组合 这里面基本上你常规的一些随车工具 或者是其他东西 放在这里面都完完全全足够 所以这个后备箱整体来说性能还是挺好的 因为这样的轿车 所以说它不追求于第二排 跟后备箱什么完全放平 只要能贯通 我有一些比较长的滑雪板 或者是比较长的高浮球包 就可以塞进去 它这个第二排可以私流放倒 跟后备箱形成一个贯通空间 但不是纯平 因为这个纯平来说 对于坐垫 这得要求很薄才能坐中纯平 完全没有必要 只要能够贯通就好了 车里面的气氛就是寒露很喜欢 那个白坐椅 白色的下部的内饰 上面就是这种藏青蓝的风格 整个的顶层上部是几皮绒 不知道是不是选装 还是高配去标配 整个中部 这个门板上是光面的皮子 底下是带有海绵的 摸着很舒服 前面是藏青蓝的 这是软糖素的材质 是模拟皮质的 底下这块是几皮绒的面板的中间 包括扶手这个位置 也是带有海绵形成的 类似于软糖素的材质 包括这边也是类似于皮革质感 那种软糖素的材质 这块的背垫盖板 上面都是几皮绒 包括整个的无线充电板上 也是几皮绒 所以这个如果是高配的 标配的内饰的 整个的做工用料的风格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那至于说这个设计的样式 风格方面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这前面是一个尺寸挺大的 HOD有一定的AR的效果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极致 这个高配版本呢 是直接上了7.1.4的 杜比全景声这个系统 也是买了杜比全景声的认证的 用的是8295的车机芯片 然后这个屏幕呢 是多层堆叠的OLED材质 这个亮度跟寿命会更好 另外这块屏幕呢 是可以支持四指 这么着直接朝向驾驶员 也可以朝向于另一侧 那至于说前排座椅的 加热通风按摩记忆 这些都是有的 后排座椅的加热也是有的 所以这妥妥是个 四驱高配版的车镜 咱们就按照大概26到28万 这个价位区间 去看它就好了 OK咱们说一下 前排的人性化的体验 首先呢 因为它这个玻璃实在太大了 如果是从这开始 一直延伸的后背箱的前部的话 一个超大曲率的玻璃 成本确实太高 所以它中间这分隔了一下 这个分隔一下的话 对于我前排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我是看不见 后面这根分隔凉的 并且整个这天幕呢 是一个遮阳的 并且是带有颜色的 当然了 你的媳妇也许还会说 这东西是比较晒 或者说是容易把人晒出斑啊 之类的 那你至于后期 这上面自己该买 那个商城里的遮阳链 自己还是得买呢 因为媳妇还是比较在乎这件事呢 这上部的配置来说 主要就是这个后视镜 这个后视镜呢 它的这个化妆镜的尺寸非常的大 并且是带有四圈的这种的 叫美容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化妆镜是要比方的 主服驾驶都是这样的 左边呢 这块是有一个眼镜盒 这眼镜盒呢 是跟别人都不一样 不是那种塑料眼镜盒 是一个皮革质材质的 这么一个皮革的眼镜盒 当然这个眼镜盒 可能搁我这样的眼镜 会 也可以哈 你甭看 这个好像挺小 但实际里面的肚子还是挺大的 再说一下 来中置的这个车里面的阅读灯 打开这个阅读灯的时候呢 是有两档色温可以调节的 一档是冷色的 一档是暖色的 这个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在绝大部分的车里面 看到的灯 要么是冷色 要么是暖色 能进行一个色温调节的 这应该是我印象里的第一个 内饰范围灯 来进行一个色温调节 尽量用暖色的 会显得比较舒服一点 再往下看 它整车的这个自研的音响系统 中间有个中置的扬声器 整个声场对着中间 这个扬声器还是很重要的 效果我刚才听了一下 确实比很多的 20万的普通音响要强 就说明极客在这 还是花了心思的 好 底下就是这块屏幕 这块屏幕呢 刚才咱们也说了 四指是可以左边右边滑 也就是带来更强的一个沉浸感 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更多朝向于我 可以减少一些炫光 或者其他的发声嘛 也就我脸更对这个屏幕 如果副驾驶用屏幕的话 我就可以给它搁在中间 或者是给它朝向于 副驾驶更多的看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必要性来说的 并不是完全的必要 如果这是个选装配置 可能会更好 8295的车机芯片 整个的反应速度 还是很快的 包括去拉伸地图的这个感觉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功能就是 我在调节后视镜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有一个眼神追踪的能力 就要随视线调整 我这么着看向这边的后视镜 直接按调的话 就这边后视镜动 看向那边的后视镜 直接按那边的调 那边后视镜就会动 就省着自己再按了一下选择 OK 那这个基于眼神追踪的系统 它还可以实现说 比如说我看向于屏幕 这个屏幕上有什么东西 我启动语音之后 就可以直接去说这个东西 驾驶 能量管理 电池温度调节 你看 就可以继续的往下去 说这一系列的东西 它是基于整个的视线 在你的屏幕上的一个追踪的范围 来进行一个识别 这就相对来说就省点事 但也不是什么超新科技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另外在整个的车机系统里面 首先 这个极客的大模型系统 引入到整个的车机里面了 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个 更多的智能的问答 再有一个在895这颗芯片里面 那极客007跑了 极客第一次释放的 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沟通 它可以基于它的神经网络 对于已知素材的培训跟理解之后 来进行一个给你输出 你想询问的这个事的结果 当然了这东西还是比较初阶的阶段 等拿了最终的实车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测试 今天主要还是聊聊车辆方面的 行驶的这些感觉 然后再说回这套车机的系统 现在是一个初始版本的状态 切换的速度的反应还是非常快 你看整个的过程 切回到桌面 这是一道高德的地图系统 这也是挺好的 跟手机可以进行更多的一个关联 然后左边的这块是一个快捷键 这些快捷键跟放盘 这个来说的话 有那么一两个是重叠的 但整体来说 人家是希望你尽快的 尽量简单的 直达你常用的这些功能 这还是比较一下的 但是再简单 再便捷 它的后视镜跟放盘调节 还是在车机里面的 总之这8295的芯片的优化 包括现在这个DEMO版本的 初阶的车机 它流畅程度跟完整度 就已经挺高了 所以未来实际交车的时候 这套屏幕用起来 在常规的功能方面 更高阶功能 咱们实车慢慢去说 我觉得流畅程度 跟使用的易用性还是不错的 这事要比较一下 前面的这个魂中间 起码我这个身高跟视线来说 正好是这块行车信息的显示屏幕 在上面有个HD 这HD尺寸也不小 所以这两块信息 还是可以把行车相关的 这些东西告诉我是 比较充分跟直接的 方向盘方面 这个常规的四方向键 就可以实现绝大部分的功能 底下有开快捷振键 这个双拼的方向盘 这个手感接份 感觉还不是很明显 包括这个尺寸的体量感 握着还是比较顺手的 上下小平边 这个视觉带有一定的运动性 往底下看 这是几平融的一个无线充电板 两个都是最高50瓦的无线快充 后面是两个常规的背件 这块是有一个放手机的 一个竖向的储合 带了一个盖板 根本还是挺高的 不盖的话 这块变成一个镂空的设计也还好 后面是一个巨大的储合 这个储合还是挺深的 这里面有有线的27瓦 再有线的60瓦的 两个Type-C的充电 整个这个中控台的导区 并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这底下就没有留储物空间 但是这里面的空间 装东西还是足够的 门板上的储合并不是非常的大 常规放一些水平也就如此了 后面放个雨伞 都会比较费劲一点 前排这个座椅 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亮点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功能 常规的加热通风按摩机翼 这放在20多万如今的车卷 肯定是都得有这些配置了 我最得意的这个座椅 是我最近的坐过的座椅里面 还真挺舒服的一个座椅 腿部乘坐长度很长 并且还可以单独再调 靠背左边右边的加紧 正好对于我这个身材来说 整整好好 很舒服的一个加紧程度 靠背的这个贴合后背的程度 包括整个的臀点的位置 这个臀点 针对亚洲男性屁股比较大的 这个流出来的感觉 还真是挺舒服的 这个座椅 白白净净的一个感觉 外加皮子跟海面的柔软程度 也是挺好的 得分非常高的一个前排座椅 这就刚才我说 我对007的希望 就是外观挺好看的 这内部用起来得挺舒服 车机用起来 刚才速度好像挺快 这个座椅 尤其是一个加分的座椅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到后排看一眼 这是我的标准座子 4米86的车长 2米92的轴距 所以这个后排空间理论来说 想给它坐特别大 还是挺难的 因为车并不是巨长 那咱们看一下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OK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两拳一指半 C不下去两拳两指 咱们就按照两拳一指半去算 两拳一指半 搁在这个车长来说的话 已经不算小了 这个第二排的腿部空间 第二排的一些细节 这边是在隐私玻璃的 表一下 很多20万车是不给隐私玻璃的 然后地面的凸起 我当然看见 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凸起 并不算高 就不能算是纯屏 但是可以算是接近于纯屏 不影响中间去坐人 然后这个座椅还是挺好的 跟前面一样 这个臀点的位置很舒服 座椅的乘坐长度也很好 皮子跟海面都是很软的 靠背中间 这个消的感觉也挺好 并且这靠背是 左边右边带有 轻微的包裹的感觉 因为现在很多的车 后面给打平板也不舒服 另外不知道是高配 还是一个可选装的功能 它第二排 是带有电动角度可调的 你看 就如果说你想坐直点 有的老人喜欢坐直点 就可以坐到这样的程度 这个直的角度 也不是过分的直 然后你这么着往后放的话 这个可调的度数还可以 放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靠后痒的慵懒的感觉 但还坐不到那种的 睡觉特别舒服的坐姿 但已经属于是 正常坐姿里面 比较靠后 比较舒服跟休闲的 整个的靠背的角度了 所以这个电控调节 包括这个角度的 可调的范围 我觉得还是挺好 另外这个车的车高 并不是非常夸张的高 底下又是电池纯电的车型 但是脑袋上距离天目的 这个视觉 并没有显得那么近 然后你就是从视觉 往上看的话 因为这上面带一个过凉 可能不如有些 这边不带过凉的 视觉通透度的车 那么的好 但是你稍微转头到这边的话 哇塞 这后面是没有过凉了 有点像作为一个 厂盆车的视觉 但还是那句话 这个极客的厂家 这个后面的 遮阳脸手动的 在卡在这个边 卡在那种的 你得做好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媳妇孩子会认为 这边晒脑袋 或者容易晒黑 所以这就是个双刃剑 但是通透度 跟这个档次感 从这个位置看过去 还是非常猛的 这个高配板 后面是带加热的 通风是没有的 因为20多万的车 后面不带通风 也就没问题了 中间这个扶手箱 这是比较薄的一个储盒 搁不了啥东西 前面是一个背件 所以这个后排 我觉得对于刚才 我要求的 说极客007 作为20多万的车 后面坐起来 得舒服这点来说 这个座椅的性能 是油漆能满足的 又软又舒服 坐这也长 好我们来聊行驶了 第一个功能很有意思 它就是自定义的 这么一个驳车 也叫做厂家叫什么 指尖或者是拇指的驳车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 比如说我现在踩着刹车 这边点完了 它这个常规的驳车 已经识别出来 这些车位了 在这些的位置 我现在因为这是一个 完全没人的停车场 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就刻意的歪 停车在一个位置里面了 它这边就能显示 我周围有大概五个车位 我现在可以直接就点 我旁边这个车位 它就会把我 这个现在车给顺正了 直接停进这个车位里面 这个功能呢 其实也没什么太了不起的 因为很多车厂都可以做到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 很有意思 叫自定义驳车 点完自定乳驳车之后 你看它这块有一个蓝色的 只要这个蓝色呀 我给它搁在任何的一个位置 它变成蓝的 代表我是可以把车 自动驳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变成一个自定义的驳车位置 你看啊 比如说我给它搁在这 这不就变蓝了吗 OK 开始驳车 看它怎么走啊 这是车位啊 我随机画的车位在这 我这是在一个停车场啊 这个停车场是没有别的车的 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们不代表 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驳车 这后面有我们别的工作人员 它自己会踩刹车 对吧 会找好这个位置 OK 现在往右前上一把 过来 好 往左前上 OK 现在就驳入了刚才我那个设定的车位里 挺有意思 我们试车呢 截止到试到现在 基本上前面跟我之前预设那个方向 对吧 20多万的这么一个中型的 很卷的市场里面的一个24年新品的驾驶车 都是吻合的 外观挺好看 然后很多的配置呢 就是当我需要觉得说讨论的时候呢 或者说我觉得说没必要去 非得强制买的时候呢 人家是选装 挺好 比如电动门啊 包括你觉得如果前面这个 隐藏在车头里面这个屏幕 你也可以进行选装的 然后包括内饰的这个部分 车机的使用流畅度啊 包括座椅白白镜镜 这个座椅的囤件位置 这些的都做挺好的啊 现在开起来的部分呢 我觉得最后的一个大项 能否符合之前我说的这个预期 首先呢 咱们拍先说一下这动力总成 4米86的车长 前面配的是165千瓦的感应一部电机 后面是310千瓦的永次同步电机 75度100度的两个电池版本 前面是单球节重叉比 后面是多连杆的悬架结构 是固定磅数的弹簧 没有空气悬架的整体结构 因为20多万的车 人家想上空气悬架 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在这个整个的行则有关的硬件里面 基本上20多万的车架里面 这个悬架的形式结构已经推满了 然后这个电机的功率 基本也已经推满了 因为我们预测这个四驱的高配车型 是在26到30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 人给你上了475千瓦的动力 百公里加速 预计这个版本应该在3秒到3秒3 3秒4之间 这样的一个成绩 刚才我说那个黄色的性能版本 可能应该是在2秒8到3秒之间 所以那20多万 你还要啥自行车 475千瓦的动力能力 所以这块也已经是拉满了 那我相信这个车的续航 如果我们把前电机 165千瓦不通电的话 它只是一个重量问题 它就不会消耗更多的电能 那就变成了一个纯后驱的状态 所以在稳态的中高速行驶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能耗也会是比较OK的 100度电池 搁在这个4米86的车上 能耗肯定也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百加这个外观还是比较流线的 所以其实回归到他身上 就两个事是我今天行驶需要关注的 第一个行驶有关的感觉 第二个关于他的 在高速上的NZP 包括明年应该是春天的时候 就会开城市NZP 这两个系统的一个感受 咱们先说一下动力的感觉 475千瓦的动力的绝对值 我就已经不用给大家去证明什么了 因为搁在这个档次 这么大的一个千瓦数 你就是属于想怎么开怎么开 三秒多的加速 我都不用很使劲踩的话 就直接速度起来了 我还是搁在现在温柔的动力的模式 搁在运动模式就会更加的炸裂 然后我们现在不搁在温柔 我给他搁在标准的模式 因为这也是咱家最常见的一个模式 去考验一下它的电门的温柔程度 因为这件事是意味着 拉家人到底行不行 自己的话是不太可能 因为电门温不温柔导致晕车的 因为你每一脚踩的时候 自己心里都知道 你就有一个预判 你的前景器官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但是家人他不知道 你每脚踩的是每脚踩的前 所以前段的电门是尤其重要的 我现在给他搁在标准模式 整体这个电门的温柔程度 可以做的很细腻的程度 所以说起码电门是不至于让人觉得 这是一个只要稍微一踩 就动力贼充沛的四驱车型 踏踏实实的 你要是想买一个更高功率的 日常家用的时候 调到这个标准模式 或者舒适模式 这个电门还是很柔的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然后刚才我说了 这个车它用的是单层的 不是双层夹胶的玻璃 那这个单层玻璃加上无框车门 会不会导致风噪会比较大 我现在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这个风噪比我想象的小了很多 极客007这方面的抑制 还是做的挺好的 另外电机高低频的声音 车里面也是几乎听不到的 当然现在这个水平 大家都是做的不错的 但是胎噪比我想的还是要大一点 大概大了得有15%左右的 一个跟我的预想值 因为轮胎已经拉满了 米其林PSEV 悬架也不是很硬的悬架 胎压我也看了 大概整体胎压是在2.45到2.6之间 这四个轮的胎压也不属于高胎压 海棠湾这个利青的路 也并不是非常粗糙的利青路 几种条件都是比较利好于 胎道的表现的时候 那这个胎道比我想的 大概大了10%到15%左右 那就是确实要大一点 悬架的方面 我觉得质感还挺不错的 并且在20轮的车 其实悬架的质感 卷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悬架质感里面 现在我比较关心两个指标 第一个到底舒不舒服 尤其这样的家用车 你给我做一个中规纸软硬的悬架 我都觉得并不意外 整体来说技术难度 做成一个不软不硬的悬架 这件事是简单的 但是难点是说 如果能把悬架做软 同时还不保证晕车 这件事是难的 我觉得极客007 我在这段开过来的话 首先这个悬架 确实给我感觉 属于是中位值里面 再往软的这个方向再走 并不属于硬了 尤其是刚才 过勾过坎的过程中 比较柔软的一个压钩压 那个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纯傻软 这个软的过程中 它没有那种 特别飘飘乎乎的上下飘 就是这种垂直 机质比较大 那种情况下 确实家人就比较容易晕车了 而这个车 刹车的脚感还是挺不错的 电车 它这个刹车脚感 前部都没法做得很柔 就稍微一点头 稍微一点头 短距离还好 如果那种频繁的堵车的时候 这老一点头 一点头的话 乘客也是比较晕车的 但是这个车 在它的丢开油门之后 它这个动能回收 哪怕我给它调到了最柔的模式 但是纯丢开油门之后 它滑行的第一下的时候 还会有个轻微的点头的趋势 这个感觉让我这种的 就是最好喜欢 无感的动能回收的人来说 还是能感觉到了 转向的手感 现在调到轻盈模式 但是这个转向手感 依然是比 我理解的轻盈模式 稍微沉一点的 就大概沉了10%到20% 之间的这么一个沉重度 手感的扎实程度倒是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轻盈模式的手感 你可以再完全的 再调更轻盈一点 就符合这个模式 现在我理解这个手感 应该属于是标准模式 而不属于是一个轻盈 或者是舒适模式的转向手感 但这事只是一个手感习惯的问题 并不属于好坏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马上就盘上高速了 因为极客007 现在只开放了高速的NZP的 这方面的体验 好 我现在高速NZP已经启动了 启动之后 它的反向盘内侧会变绿 然后现在开始上来就自动超车 它的超车灵敏度 两档设置 一个是敏捷 一个是相对来说标准 我给它搁在标准模式 在NZP的模式 它会自己打到120的时速上限 跟着前车在跑 首先能感觉到 在车道保持的过程中 它的反向盘是没有任何的 左右频繁的去摆 然后也没有在车道里面 就是撞弹珠一样的 当当当 撞来撞去的 这点挺好 就已经超过了 市面上50%的车了 因为很多车 反向盘能轻微的抖 能感觉到它自己老在那微调 特别紧张的微调 你手摸上就感觉 它跟不会开车似的 这就首先挺好的 好 然后它超车其实还是挺坚决的 就是哪怕我搁在标准模式 超车也一把就直接过来了 就找了一个空档就直接进来了 超车的坚决程度 比我想的还稍强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车 在高速的高阶辅助驾驶的时候 就超车还是挺犹豫的 但是刚才那个档子 它直接就自己就过来了 现在试一下加减速的温柔程度 好 现在前车已经起开了 我现在是110的速度 它在往前追的过程中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温柔的 并没有一下是嘎的追过去 感觉这个远端的时候 激光雷达还是发挥作用了 它知道前端的车辆 并不是速度特别的快 我没有必要在追的这段 把速度直接拉到那么高 所以这就是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 算法的一个威力 我现在右边有一个空档了 然后但是始终右侧是有车辆的 它自己就没法抄 然后现在能感知到右侧的车 到时候看一下 等这几个车过去之后 它会不会判断 这个更快车道的一个趋势 好 我右边一系大众的解答过去了 现在是虚线了 看它自己怎么做决定 它自己定到了右侧 它可能判断 未来的车道趋势里面 右侧的车道趋势会更快一点 三亚的高速堵车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 它在频繁的停车起步过程中 自己的温柔程度 包括防加杆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肯定会有人在加上并来并去 我们整个的跟着前车的减速的过程 还是挺稠的 我坐车里面 这个美感就像是一个机器在负责驾驶 它更像是一个人的减速驱适过程中 你看前车走了之后 加速的整个过程 这过程也是比较柔的 其实关于更高阶的智能驾驶 或者更高阶的负责驾驶 你就是怎么开车向人 就是更符合人的习惯这件事是很重要 因为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 我建议厂家把底下这半环 也加上电容式的这样的感应 因为我的手如果搭在这的时候 它对于整个方向盘的扭矩的提供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比的来说是应该可以知道我手碰在方向盘上的 搁在这就没问题 就不用带着扭矩 只是搁在这的话扶着 它就知道我手 但是搁在这的话 它又不知道我手在 把这块也加上 因为大家开储着驾驶的时候 绝大部分手就想这么一搭 对吧 毕竟是搁在方向盘上了 整个的并线还是挺积极的 就稍微这边车道有点快的可能的话 巴就并过来 我倒是可以觉得再出一个更缓慢并线的版本 就整个并线的动作更缓慢 整个并线的策略可以是可并可不并的时候就不并 这样的话更利于带家人 这如果开成那个敏感的并线模式 那不是唰唰自己并吗 你看前面现在有慢车 好 自己实在就并了 距离前车距离还比较远的时候 如果是周围没有干扰车 就直接一把就并过来了 这点挺好 就很像是真人开车了 不是非得顶到屁股后面才并 前面又有慢车了 但是慢车的右前方的位置也是有车 看看它什么样的处理逻辑 打车 它发现右前方这个车的整体趋势也没有更快 所以它始终没有并到右侧车道 它在跟着左侧车道在跑 这个逻辑就挺好的 并没有因为这差几个车位就直接并到右边 那样的话其实没有更多的意义 进了隧道里面 任何的这些的基于外面的卫星定位的系统 都是用不了的 它对于自己的车速的精准的 用第三方的这些的角度去感知 就会比较麻烦 包括整个的你现在的趋势 这些都是没有了 只能用车里面的自己的惯性道 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现在车速的测算 大概知道自己什么样的速度 然后我刚才是以这样的车速进了隧道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 我就跟地主产生一个关联 所以这就是没有卫星信号的时候 在隧道里面依然它这个地图能走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它这个车在这里面的时候没有卫星信号 但是NZT依然是保持的 它并没有退出 这个还是不容易 好 我们今天的静态动态的体验都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极客007 是我在2023年年底看到的 20多万的家用的中型级别 这个纯电的产品里面 确实跟我之前的一个预估的 六边形战士做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车就是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性能 过于强调车里面的时候 坐的整体来说不错 但是外观就设计的不是特别好看 对吧 过于强调外观的车 往往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瑕疵 过于强调智能化的有的车 又容易把座椅之类这些事做的不好 有的车又强调说我的架控 我是做专门的竞技级的车型 但是它对于其他的一些舒适配置做的又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极客007这个车 咱们这么着看起来的话 甭管它的动力 电池的容量 外观 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的天幕 白座椅的气氛 开起来这些质感 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说来说去的 我们觉得可以进化的地方 也就是它的胎噪 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以厂家再研究一下 第二个就是天幕虽然很好看 档次很高 但是里面的手动的官方商城里面这样的卡子 去卡里面的手动的遮阳帘 对于很多的媳妇来说 它一定是需要这些方面的事的 其他方面没有太多的可以挑剔的这车的短板的部分 那也就是价格了 22万多肯定是75度电池后驱的起步的版本 然后这个四驱高配100度大电池这个版本 我预估在26到30之间 甚至我觉得有可能应该是在28左右的 这样的价位区间 以这个价位去看这个车的话 哪怕24年的这个 我预估的未来半年一年更卷的局面里面 这个车还是有自己的迎面的 好 这就是这次极客007的试车